來看有統計的顯示說 臺灣中國人的勞動力不夠四聲 跟美國 日本 韓國的六聲 新加坡的七聲比起來是差這麼多 你歡迎今天討論中國人家 還有國人家就要出政法 有立委就建議說 頭過的讓企業減稅 鼓勵中國人的勞工 再來吃頭囉 經濟勞動部的統計 民國一百一十一年 中國人以及中國人的勞工 有四百九十五萬多人 比十年前來增加 大概有八十萬人 對勞動參與律來看 中國人六十五點五百 五十九點六百 都創下有統計以來的新冠 現時現代人平均 多到八十歲以上 六十五歲退休之後 立志也很長 中國人的勞工退休之後 繼續做工作的議員也越來越高 只要身體狀況會扣在 還有優先的法規 很多人是都不會來拜託 退休太無聊了 找些事情做 對申請的很好啊 當然會啊 因為你真的是退休 退休完全沒有事做 對心理的健康 我想大概也會有影響嘛 東高齡一定看情況吧 如果是有另外的立法 當然是很好啊 不過雖然勞工有議員 但目前台灣中國人的勞 參與說沒有到四聲 比美國、日本、韓國有六聲 新加坡有七聲 比起來實差很多 針對這個問題 有立委任委應該透過 讓企業減稅 勞力企業去請中國人路工來上班 目前行政院的版本是一百五 所以你說要求的一百一百三一百五 都有可能嘛 那我們如果要求兩百可以嘛 目前大院有很多委員的版本 那目前就是在黨團協商這樣 勞工來欠工嚴重 調校立委都領為四十五歲到六十五歲的 中國人路工是補充路 當時另外一種選擇 欠工和高齡化是 專求共同民體的問題 中國人的職業是出色 所以勞工調校立委 都有占對中國人和高齡 職業出進法 提出修法的版本 除了讓企業減稅 也有提案修法 要鼓勵企業來建立優勝 中國人的職業環境 讓台灣的中國人路 參與等到國際來對的調整 基障工宣社規定台報道